國道前方這輛大貨車碰一下噴出白煙 後輪爆胎狂噴煙 輪胎皮一片片掉 螺絲碎片到處飛 嚇死人 零件像天女散花飛出去 後方車輛趕快閃 大貨車右後輪瞬間消失 車廂拖地摩擦地上滿是痕跡 一路狂飆到爆胎還衝超遠 事發在國一高雄陸竹段 網友傻眼大學長突然按了一發 無雙覺醒 國道卡丁車就是道具賽 丟個輪胎皮見怪不怪 這是二手光頭胎嗎 出汽車駕駛人新台幣一千零三 又千年以下環環 奇怪的還有這個 這輛白車開到一半 車牌號碼怎麼突然消失 整塊變白牌數字居然消失 但過幾秒數字又出現 有夠詭異 網友驚呼變魔術嗎這麼神奇 還沒農曆七月 應該不是鬼遮掩 也有人解答這是車牌反光貼 可以檢舉送他吃罰單 這幹嘛 機車禮讓行人 但這女子走兩步突然停下 騎士差點撞上去 這幹嘛 居然霸占斑馬縣玩手機 騎士氣炸狂吧 網友酸暴 行人帝王真能為所欲為 站在斑馬縣上看手機 是個狠人 欠巴啦 也有人反酸騎士 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大貨車爆胎 零件碎片噴的到處都是 亂貼東西車牌號碼便不見 過馬路玩手機插點被撞飛 馬路亂象讓人傻眼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